變種病毒Omicron集港 打斷復甦中的零售及消費市道 昔日旅遊熱點被視為重災區的銅鑼灣羅素街 有部分舖位以短期租約租出 租金從高位劈價九成 資深商舖投資者李根興認為 目前難以估計新一波疫情何時會受控 業主的信心再度轉弱 業主的心態都在想 擱了一間店舖就零租金收入 短租就等於找個免費勞工 幫人看著門口 人家過來看店舖租也好 去買也好的時候有人在裏面看著 但是如果你的租金比較長些 它就用租金回報去計 馬上店舖的價值就會拉越下來 所以很多業主就寧願去短租 現在一般來說四大下心區 短租尤其是銅鑼灣這裏跌九成算少了 跌多少有些是之前租給眼鏡店舖的舖 原本的租值是250萬 最近租出了幾千 十萬元 何止九成 九成半以上 現在說的是 通常短租的話 跌八九成以上 都有很多的情況 會見到 但是他們不肯長租 如果長租 他就不止租十萬元 長租就大約二三十萬 但從二十萬跌到二三十萬 都跌七八成以上 他解釋 羅素街地段的商舖曾經跪絕全球 做禁歷史高位是201314年 但是目前通關無期 舖租想要重想以前的喬家 應該是沒什麼可能 要想回到1314年 或者社運肺炎前的舖價 等到2047年都未必見到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消費模式改變了 那時候最高的租值 有些甚至乎是一些爪玩店 空間小一點的話 就大約八千多港幣每一呎 每個月 之後 中標珠寶就大約二三四千元一呎 每個月 但是再下來 就大約一些化妝品店 國際一線名牌 現在這些全部都倒閉了 一倒閉下來 剩下的是什麼 是普通民生的零售 一些外賣店 一些食肆 那些頂曬 是撐到大約二三四百元一呎 二三四百元 比起以前二三四千元 所以為什麼不就跌了九成 要上去以前的高度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看很多民生區的時候 銅鑼灣以外 附近都有北角 附近有炮台山 有柴灣 這些位置其實沒什麼跌過的 因為那些從來沒有上過去 所以如果從悲觀角度 核心區銅鑼灣要上以前的話 希望有新之年等到